说起春晚常课 没人不知道赵本山老师 赵本山老师现已退居幕后 把舞台留给了自己的后辈 关赵本山的舞台生涯 和他合作的搭档 结果出奇的一致 最终都分道扬镳了 大家知道的有宋丹丹 范伟 张秀明等 其中 范伟的丹妃 是最让赵本山愤怒的 一来 自己失忆猛将 二来 范伟的离开 被赵本山认为是翅膀硬了 赵本山 可以说是范伟的贵人了 在范伟还默默无名的时候 赵本山已经是春晚的常客 1993年 范伟遇到了赵本山 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1995年 范伟随赵本山登上春晚的舞台 到卖软卖车系列小品的诞生 范伟的名头彻底打响 直到一次上演 因为演出费 两人留下嫌隙 最终各走一边 离开赵本山后 范伟开始涉足影视 过硬的表演实力 也终让自己成为了 足以比肩赵本山的艺术大咖 直到刘老根三 范伟的回归 两位大咖 才算是握手言和 你看过他们搭档的经典小品吗 你知道铁三角 是那三位吗 欢迎大家 留言区 留言评论 大家下期见